大家好,我是美玲,欢迎来到世界轮见到 上一期,我们说到美国司法部在2019年通过反侦察,成功钓到一条大鱼 中共国安部门一位高官在欧洲落网的真实故事 而今次这一件事件的结果,亦是大发人心 今天,我们再次来谈谈中共高级海外特工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一部报纸拿归案的故事 2023年5月26日这一日,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普通日子的开始 但是对中共海外特工陈军和林峰来说,就是他们永生难忘的一日 因为这是他们告别自由的开始,也是他们帮中共为苦作仗开始被清算的一日 5月26日的清晨6点,当人们刚刚睡醒,准备开始新一日的时候 他住在美国洛杉矶的陈军和林峰就被逮捕了,据指情人士透露 当时FBI的警察他们何枪实弹敢来到林峰的住所 通过相片仔细辨认之后,带走了碎眼声松的林峰 当时现场不单有FBI装夹车,还至少有四位追击手在家屋外待命 这个阵势令警察对林峰的拉布非常顺利 因为他始终都可以说是一位十分有经验的安保人员,也确实有些新手 两个人被逮捕之后,美国司法部几乎是神速感 在26日当日就对外宣布,70岁的美籍华人陈军 同时有美国陆卡的43岁中国公民林峰被逮捕的消息 亦都是这一日,美国纽约南区的联邦法院对外公布了他们的刑事訴状 你两个人被控在美国作为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行事 并串谋,共谋贾赂美国的公职人员,以及共谋洗钱 他们还被控参加一个受中共政府指使的犯罪阴谋 目标是美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 听到这里,感觉这个罪名是不小,而且罪名也不少 那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件事还要由今年1月份的一通电话说起 由美国司法部的起诉文件当中 我们可以一规这件事的原貌 今年1月21日 陈军向Farmane为A的FBI一位善人打了一个电话 陈军在电话当中说 有名中共官员1 想要通过贵赂美国国税局的官员 力速成一个对法轮功学员营运的实体调查 想以此来说服美国国税局剥削该法轮功学员营运实体的免税指甲 陈军在电话当中表示 支付这些由中共政府指示和资助的贵赂金 是为了实现中共颁导法轮功的目的 1月28日,陈军又主动联络A 他在电话当中说 一旦阻装法轮功学员实体的事搞定 中共方面肯定会在那个时候奖励你们的工作 2月6日,美国国税局的新温沙办公室收到一份 陈军对法轮功实体的举报材料 3月25日,陈军用电子邮件联络国税局一位官员B 约好在5月15日会面 此前陈军专门回到中国大陆领取贵赂金费 5月8日,陈军攀带着一万四元入境美国,林峰接机 5月14日,陈军与林峰在纽约和这位国税局特工B会面 并给了他第一笔贵赂金1000美元 该国税局特工B后来传email给陈军说 国税局已经针对误告事件进行立案 这个时候,陈军开始一步步上吊了 他安排林峰在5月18日到纽约金械迪机场 将另一笔贵赂金4000美元给了B 随着B不断接受贵赂,陈军或者觉得自己的胜算越来越大 他在5月18日当日打电话跟B说 自己会回到中国大陆由共军那里拿更多资金 并且等林峰再次去纽约,将5万美元分两次支付给B 然而陈军的如意算盘今次就打不响了 还未等到他回到中国大陆 5月26日,陈军和林峰这两个人就被FBI直接逮捕了 或者陈军并没有想到,由1月28日起 陈军第一次在电话当中和FBI善人A 讨论募灭法轮功的计划开始 陈军往后的每一通电话,每一个电子邮件 都已经被FBI全程监控 而接着在这4个月中,陈军和林峰充当中共代理人 共谋贵赂及串谋、共谋洗线等所有罪证都被FBI收集到了 而且FBI通过监听电话,还获得陈军和林峰讨论了 由中共官员1那里收到的关于贵赂计划的指示 并删除了由中共官员1那里收到的指示来去逃避偵查 如果陈军和林峰贵赂臥底特工的会面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 就要向中共官员1拉向警报 陈军和林峰还讨论了中共官员1 是针对法轮功的贵赂计划的中共政府官员 陈军和林峰的落网,可以说是美国联邦司法局对中共有一次打击 因为陈军在美国是真的拿到公民身份 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围获多年的中共高级特工了 陈军是什么人? 由他的经历来看,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共特务 而是经过中共多年来有意的培养 陈军曾经写有《沧海还流》《台湾的选择》等书 由他书中对自己介绍可以得知 陈军在1969年由天津外国语学校英文专业毕业 1969年到1975年是中共航空兵46师服役 并且在国防科委20基地住房 陈军由1975年进入外贸专业工资工作 他曾担任天津市政府驻美国西海外贸易总代表 并且于1992年移民美国 由上面的时间线我们可以发现 陈军读书、当兵和工作都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几千万青年学生被强行送到农村参加劳动 而年纪轻轻的陈军憑着些什么 躲避了这场上山下乡的运动呢? 他不单止似乎学业有成 而且还进入部队参军 还可以得到外贸公司的工作 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应该都可以想到 陈军的背景绝对不简单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陈军就读的学校 据天津爱国语大学官网介绍 天津爱国语学校是由周恩来亲自批示 是1964年建立的中国最早的一批爱国语学校之一 当然这里是指中共1949年建政之后的事 而这家学校的毕业生一般都会送到去中共外交部 国家外贸和新闻部门 由他的年纪来推算 陈军应该是该校第一届的学生 再加上他在中共军队这么多年 因此在洛杉矶桥社有人说 陈军其实有特别的任务 而且他在80年代后期就去到美国了 还是通过六四血卡才留在美国 当然对于这份传言的真假 我们没办法去识别真偽 但由当中可以看得出 陈军是中共精心培养出来的一位高级特工 陈军在美国这段时间 帮中共做了不少坏事 现在网络上热传他一段影片 当时是2019年9月16日 洛杉矶中领馆和多个亲共组织 在洛杉矶蒙市 举行联合声中共血旗活动 来庆祝中共散权70周年 该影片显示 陈军领着扩音喇叭对抗议者威胁说 如果你是中国护照 你知道我们现在把你拍张照片 你永远就回不了中国 他还说 回去之后就立即把你拉起来 陈军都有威胁反共的华人说 如果入美国籍都会上黑名单 令不到签证 就再都没办法回去中国和家人会面 但现场抗议的中国民众 并没有被吓着 当时有人说 老子不回去了 还有人说 我们今天就把你举报去到FBI 美国司法部表示 中共将法轮功视为对它统治的五类威胁指引 在中国法轮功学员面临中共一系列的镇压和迫害运动 包括监禁 而在海外法轮功学员都面临着中共的跨国迫害 而陈军由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 就帮助中共对美国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和迫害 在美国司法部的起诉文件当中 就记录 陈军对FBI的臥底官员说 我们在二三十年就开始了斗争 他们和我们穿同一条裤 他还说自己和中共官员就像亲兄弟那样 法轮大发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鲁的证实 过去二十三年来 美国法轮功学员遭到死亡威胁 人身攻击 入室盗窃 网络骚 大学校园的干扰 对商业和新界的干扰 对国内亲属的恐吓 你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进行的 陈军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活动当中 然而他扮演的都是破坏和迫害的角色 美西南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佑普先生回忆说 迫害开始之后 每当洛杉矶法轮功学员 举行游行和集会活动的时候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陈军就会在旁边带着一帮人倒乱 甚至用一些标语去污蔑法轮功 李佑普说我们一做他就出现 他有时指挥 有时直接自己做 我们就看着他 那个时候我们还通过大众一些媒体讲真相 陈军就直接帮法轮功 逻辑所谓的罪名 他采取的方法 就是中共在国内迫害法轮功的方法 陈军还骚扰万万法轮功学员 甚至进行恐吓威胁 他说你们永远都不要想回中国 你们回到中国之后就将你们拉起来 就算你们在外国都会被迫害 李佑普表示 陈军如果不是代表中共 那他代表谁呢? 哪有在国外这样威胁人家? 陈军已经70岁了 也拿到了美国国籍 但他并没有振息在这片自由国土上 而在日未敢帮中共迫害在美国的外国华人 而现人士和法轮功学员 虽然他自称和中共官员穿同一条褲 也类似说 你永远回不了中国 回去就立即把你拉起来 就算你们在外国都会被迫害 但陈军帮中共作恶的结果 就是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和严刑 而他的后盾 中共政府就无所谓的救援 这个不禁令人联想到 1949年以前活跃的那些中共高级特务 最终一个个惨死在中共的各种运动当中 这个就是帮中共维护作将的结果 害的是自己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多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